一遇坐在火盆边 刚才院冲的对话 她一听到 见着跟在她娘身后 走进屋子的两人 犹豫了一下后 还是礼貌地叫了两人 王婶 婆婆 那王姑妈一进门 就瞧见了坐在火盆边 拿着花帮子 穿针引线的小姑娘 穿着一身粗紧罗绿色的 吉凶如裙 外套一件鹅黄绸面的 半袖短袄 胸前垂着两根 黑亮的麻花辫子 各寄一根草绿色的发带 白嫩的小脸上 一双灵动十分的桃花铜 正翘生生地望着她 好一个天生励志的翘丫头 王姑妈在心中赞叹 片刻后 却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 脸色有些古怪的 像一语回了个点头里 扭头问卢氏 二娘 这 这可是你女儿 见卢氏点头后 她清晰了一口气 然后埋怨地瞥了一眼王氏 暗自怪她 竟然骗自己 人家闺女是个傻子 这母样 这眼神的小丫头 若是个傻子 那恐怕整个赵镇 都找不出来一个好的了 王氏被她姑妈盯了一眼 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这才想起自己虽告诉过她 自己几年前挨打的事情 却始终没有提 人家闺女早就神智清醒 当下脸上就有些挂不住 但还是强忍住 没有露出太过尴尬的神色来 且不说卢氏是否看得出 二人之间短暂的互动 想来擅长察言观色的一语 一眼就看出了两人间 这短暂的不自然 再一脸想王氏为人 不难猜出 她肯定是对着王姑妈 说了自己不少的坏话 心中痴笑 但面上还是做足了 乖巧懂事的功夫 起身向两人行了一礼后 就进造房去木炭去了 且说三人坐下后 那王姑妈并不急着提她的来意 而是把目光绕着身处的这间屋子 环顾了一周 从横梁到屋顶 再到桌案席柜 最后才落到了眼前 将要燃尽的火盆子上 卢氏看着着王姑妈打亮的眼神 和王氏偷瞄她的目光 心中陡然升起一股烦闷来 这两人都没有相开口的意思 轻咳了一声之后 问道 方才在院子里 说要讲与我听的事是 王姑妈把定在火盆上的目光 收了回来 双手扣在脸前 喝了一口暖气 一股烟白的哈气冒了出来 她并没回答卢氏的问题 反而道 二娘 你这屋子够清冷的 冬天光烧着木炭火盆 可是不够暖和呀 晚上可还睡得过去 卢氏淡淡地答道 我是个不怕冷的 家中孩子也没那么焦急 王姑妈脸色微变 又道 怎的不见你那两个儿子 我听贵香说了 那可是现今在靠山村里 数一数二的好儿郎啊 二娘有福气 这两个小伙儿 听说都是极其孝顺的 以后找了媳妇儿 你可是少不了要享福哟 借您急言 哟 这是谁做的衣裳啊 这 这料子可是极好的呢 简卢氏油盐不尽的样子 王姑妈心头威绝不妙 顺手拿起先前 被卢氏放在一旁席子上 指于袖口处 尚未缝制好的衣衫 似乎是想找些话题 可摸了两把那料子 却愣了愣 他虽耳闻卢家并不十分寒苦 没想到 真是见了 却是另一番景象 从刚进门 看见那小丫头的衣着 到现在手上这料子 可都不是什么 老苦人家穿起的 按道 这小村落里的一个寡妇 手头竟还是有几个钱的 等她得了这门好亲 自己说不定 在这边也能捞上几个 卢氏见她不谈正题 反而拉些偏的歪的来讲 不由隐隐的有些不耐 脸上虽未带出 但说话的语气 也不那么好了 王大娘 您有事且直说吧 我这里还有活要做 一直坐在一旁帮衬的王室 听她语气渐变 刚才进门时那种别扭劲 顿时不见 习惯性地撇了撇嘴道 料子却是好料子 就不知人是否有福气穿了 村中谁不知道 卢家的大儿子 过来年就要参加县中解释了 赵县长还夸那卢氏 是个有举人底子命的 明年肯定能够高中 王氏一看那衣服样式 就猜出这大概 是给他那个举人儿子做的 心中嫉妒卢氏 有个能给他争脸的儿子 说话时 难免就把积压已久的酸气 漏了出来 卢氏当然不是个愿意受气的主 等他话音一落 就直起了身子 语气比起刚才更加冷淡 你要是真没事做 找我来先扯这个 那就请回吧 我这屋既小又动的 别再病着二位 王姑妈听了自己侄女的话 就暗道他不着调 见卢氏准备碾人 连忙收了财迷的心思 偷拧了一把 坐在他身边带要张口的王氏 用眼神示意他正事要紧 又一把拽着卢氏的胳膊 轻轻将他往下拉扯 搭着圆场道 二娘 这是做什么 刚进门就把我们往外赶吗 赶紧先坐下 我这就讲了这好事跟你听 伸手不打笑脸人 况且卢氏真是被勾起了一些好奇之心 就顺势坐了下来 却再也不看一眼憋气的王氏 阿娘 你可知那张镇上的镇长张继贤老爷 卢氏点头 他是知道有这么个人 却不明白这王姑妈要说的事 和那张镇长有什么关系 那他家中现今尚无正事在访 你可知道 卢氏闻此心头一跳 已有些不大愿意继续听他说下去了 但王姑妈却不等他答话 就又自顾自地开了口 这张老爷可是个好归宿 虽说是武德年间的举子 但到底有功名在身的 家中又有良田实情 房子是这张镇中改得最气派 最宽敞的 王大娘 卢氏直直打断了王姑妈的话 而后声音略带僵硬地说 这等好事我不想听 且请二位回吧 王姑妈被插了话 先是一愣 而后又听卢氏直白地送客之言 心中虽然升起一股不妙来 但还是强打起笑脸 接着道 二娘 我这话还未说完呢 怎的你就不想听了 不用讲了 这话我听不起 我卢二娘虽是个寡妇 可却没想过这辈子再改嫁给谁 你且歇了这心思 寻旁人去吧 卢氏到这时候 怎会还不明白今天这二人的来意 他心中气恼 便直接把话摊开来讲 王姑妈心中的不妙之感 得到落实 由于惊讶和不解 脸色再不负刚才的强笑 来前 他本以为自己什么都打算好了 可他真的没有想到 卢氏在看透他的来意后 会这么直接地拒绝 这可是成为一阵支掌夫人的机会 眼前这么个弱智无一的妇人 竟会拒绝 这边王氏一看卢氏 拿了脸子出来 却再也坐不住了 全然忘记自己这趟过来的目的 直直从席子上站了起来 夫看着卢氏道 哼 鸡巴什么 也不见得就是你了 虽说生辰八字配得上 但你当随便一个托儿带女的寡妇 就能做镇长夫人来着 上得惊讶中的王姑妈 一听王氏开口就知道不妙 再看卢氏已经完全变黑的脸色 王再次伸手扯了一把王氏 却不料对方更加口快 姑妈您别拉我 让我把话说完了 不然他还真当自己真是个稀罕人呢 若不是看着是个能生养的 想着能给张老爷添个儿子 用得着找这么个来路不明的吗 这话说的却是难听至极 将女子明节都扯了进去 因此王氏话音浮落 两道吏声同时响起 贵香 你给我滚 王姑妈和卢氏一起喊出声 一个是一脸的恼怒 一个则是一脸的愤怒 卢氏喊完也不等他们再反应 就伸手去推了两人 想把他们撵出门去 王氏一见他都动手了 自然也不肯吃亏 凡扯住卢氏伸过来的一只手腕 两人中间夹着那王姑妈 就这么闹了起来 一直在一旁造房竖着耳朵 偷听的一语 早在卢氏大喊出声的时候 就窜了出来 趁着三人还在推嗓的时候 拎着院子里 那把一人高的大扫帚跑了回来 进门举起扫帚 就朝正对着他的王氏 和王姑妈两人背后拍去 嘴上一边喊着 不要欺负我娘 手上的力气却没少使 虽说他只是个年近九岁的孩童 但胜在这扫把棍子够长 扫着苗子够硬 挨上一下 不疼 那是不可能的 王氏前几年 曾经被卢氏一顿扫手打怕过 心中阴影下 连反抗都没有想过 只顾着躲避 却累积他身旁的王姑妈 也一起跟着他倒霉 一语三两下 就把两人吓到了一边去 卢氏这头得了空闲 抬眼看见一语 上举着那根 比他挨不了多少的大扫帚 一副滑稽的样子 心情突然大好 略微提高了声音 喊了一语一声后 冲他伸出了一只手 一语听到卢氏的喊声 连忙回头 默契地将手中的武器 转移到对方的手上 卢氏双手握住了扫帚棍子 心中豪气顿声 紧接着又不等靠在床边 得了喘气功夫的两人回神 双手一挥又向他们扫去 出去 你们给我出去 一语看着他娘 像碾鸡子似的 把人赶了出去 刚才躲在一边偷听时候 压抑的怒气得到了缓解 走了几步靠在门框上 看着外面的情景 咯咯笑了起来 暂且不说 那对因发泄了心头怒气 而神清气爽的母女 这头 王氏和王姑妈 一路上被看见他们的村人们 指指点点 回头土脸地 跑回了李家小院 从两人走后 就一直坐在屋子里胡思乱想的李小梅 看见他们这副模样回来 吃了一惊后 也不知他们的主意是否打成 心中仍然忐忑 他同一遇两年交好 又多受卢氏照顾 自然不愿意 见着自己娘亲和姨婆 合谋去害人家 王氏一进门就大喊晦气 知了李小梅去倒茶水 也不顾一身土灰 就坐了下来 口中念念有词地 骂着卢氏一些难听的话 待王姑妈重重咳嗽了两声 才发现 自己竟然把她晾到了一边 赶忙又起身 把她扶了过来坐下 王姑妈 却是使劲瞪了她一眼 稍后 接过李小梅地上的茶碗 喝了一口热水 顺了顺气 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沉思 王氏也不是傻子 看了她姑姑脸色不对 这会儿喝了热茶 又冷静了下来 仔细一想 确实是那会儿自己话多了 她倒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 只认为自己全是被 卢氏那个样子给气的 才说了几句不经脑子的话 可她又知道 自家这个姑妈的脾性 虽然边上是带着气氛善色的 可实际上 却是个不肯吃亏的主 就怕今天的事情 连带自己被她一起埋怨上 连忙收了心思 说起软话来 姑妈 您不打紧吧 刚才那疯婆子可有打痛您 这王姑妈 却看得不看她一眼 更别提回话了 王氏却是不知她心思 咬咬牙又道 姑妈 您别气了 今日这事都怨我 要争一口气 也不看个时候 可是 我一看她那张狂模样 就气不过来 要不 要不我再过去 同她好好说的说道 王姑妈总算拿眼角 斜了一下王氏 开口恨恨的道 你还好意思说人家 你说说你 刚才是个什么样子 若不是你在一旁 三番五次的瞎掺和 人家能把咱们撵出来吗 去之前 我怎么同你讲的 你又是怎么答应我的 哎 我这次算是丢大人了 说没说亲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被人拿了 扫着棍子给打出来的 这口气叫我怎么咽得下去 说完 又想起卢氏拒绝他时 那坚定的神态 好不容易有些缓解的脸上神色 重新变得难看起来 对 咱们不能白挨一顿打 刚才是一时情急 我没反应过来 要不咱们再找他去 这个不忙 你且告诉姑妈句实话 这卢氏 同娘家和夫家人可还有联系 我先前看着那模样 可算是一族十宝 怎的一个寡妇有这能耐 没有啊 这都是一个村子里过了八九年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她有什么亲戚来往 我还不知道 就这么四口人 没旁的了 如此 倒真是个无依无靠的 那这事就好办了 你且容我想想 王姑妈话必 也不理会 满头雾水的王室 只渐渐眯起了眼睛 盯着自己手上 那上冒着热气的茶碗 神色不负 在卢氏那副好说话的模样 反倒带上了一股阴厉 直到碗中的茶水变凉 她才谨慎地吩咐李小梅 到外面守着门 待门紧紧合上之后 回身小声地同王室交谈起来 两人都不知道 一直守在外面的李小梅 靠着门边 偷偷将他们的密谈 听了个一字不落 小半个时辰后 王室才笑嘻嘻地开门 走了出来 和李小梅抱柴 起躁做饭 却自始至终都没注意到 自家闺女低垂着脑袋下 掩盖着的清白面色 那天王室孤直到卢氏说梅的事情 卢氏后来交代一遇 不要对他两位兄长提起 卢智领考在即 一遇就算没有得到他娘的指示 也是断然不会拿这件没能说成的事 去乱他心神 于是两兄弟就被隐瞒了这段乌龙事件 后来直到卢智考完了解释 王室和王姑妈也没有再来过卢家 这也让本来还有些不大放心的卢氏和遗欲 暂时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 专心地等待着青阳县放榜的日子 二月初一 卢氏饮食三客就起床穿戴好 去起早做早饭 后来兄妹三人也陆陆续续起了 都洗漱好了 卢骏去院子里喂牛 卢智则接过了卢氏做饭的活 好让他去帮遗欲梳头 某时一刻 一家四口吃罢早饭 锅碗刷好 院子打扫干净 菜谱里浇过水 鸡也喂过之后 卢氏拎上囊带 同卢智一起咔咔两声 将两间屋子落了锁 卢家人要去青阳县看榜了 卢家的大黄牛 比起前几年强壮有余 也稳健了不少 一路拉着四个人 小跑也不见吃力 卢骏坐在前面赶着牛车 车上卢氏一边同卢智打去 一边还不忘楼井靠在他怀里 因起得过早 这会儿开始犯迷糊的疑欲 智儿可有担心 今次榜上无名 娘放心 儿子怎的也要让您 做那两身衣服 派得上用处才是 这要是中了 初八就要往长安去了 娘给你准备的衣服 也不晓得够不够穿 够得了 入市到春围放榜 满贡也就三个月 届时无论如何是要归家的 说起来虽对卢智才学很有把握 但真当一家人 挤在青阳县城衙门口的人群中 等待放榜的时候 脸上神色最为轻松的 却还是卢智本人 就连两世为人的遗欲 此时也不免心中犯愁 俊儿 你力气大 眼神也好 等下那张榜出来 你且挤到前面 去仔细寻了你大哥的名字 卢氏交代卢俊道 哎 我一直把大哥名字 从榜上找出来 卢俊应声道 说完还怕卢氏不放心 又补了一句 您就放心吧 上面有没有我大哥的名字 我都给他找出来 浑说 上面怎么能没有你大哥的名字 卢氏这会儿本就有些紧张 再被卢俊这么一搅和 就怕起万一来 巴掌便毫不留情地 落在他的后脑勺上 若是上面没你大哥名字 那必是你看花了眼 我怎么会看花眼呢 我眼神最好了 要是真没大哥名字 那肯定是他没考上 哎呀 娘 您又打我 两人这边闹着 那朱七衙门大门 却在这时被慢慢地推开 八名灰衣牙役 小跑出来 开始贺令四周民众散开 等到在衙门一旁的墙面前 渝出七八步的空地之后 又有一个身穿身宗官服的县衙主播 手捧一拖卷 从门内走了出来 有两名牙役护着 到了那面墙前站定 才将手中的绑书 交由两人一起展开 张贴在墙面上